为长者献上一杯菊花茶 以茶代酒庆祝重阳节 也向一年一度世界安宁日致敬 马家医院举办生命关怀周活动 现场各式充满意义的摊位 吸引众多人潮 生命关怀事业科的师生 更是全程参与 生命关怀也就是说在 临终这时候的场域 他们能做些什么 那其实生命只剩下一点点 那孩子们去学习用各种方式 比如说写卡片音乐治疗或方向疗法 又或者是奉茶 今天有一个奉茶的仪式 然后去跟临终病人的生命做点解 就是会想要就是跟 衔接一些有关于可能心理方面的 对因为就是人死后的话 家属需要悲伤辅导 对所以我觉得悲伤辅导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实习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 到安宁病房里面然后去跟病人聊天这样子 因为像我接触到病人其实很多都是 他们已经准备踏上他们人生的最后的旅程 然后就是有些是比较需要有人去陪伴这样子 一连两天的活动 增进学生对生命关怀和安宁疗户的深入理解 此外马接已让学生到安宁中心实习 为临终病患制作纪录片 还以温暖的方式布置往生室 第三个礼拜我们一起走过很多 然后有很辛苦但是也有很贴心也有很甜美的部分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一起走过了 帮这个病人家属还有病人和家属做什么呢 做生命纪录片 那其实他们这个纪录片做好之后也给家属留作纪念 也让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那另外还有一次是他们特别去布置了我们的这个 往生室 迷流室 那为什么 因为我说请他们站在家属的立场来看 当他们躺在那边的时候 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怎么样的感受会让他们觉得 有一点被支持的感觉 温暖的感觉 带一年他们为这个还特别去拍了纪录片 然后去参加教育部的这个比赛还得了佳作 世界安宁日是唤起大家对生命的尊重 对生命苦难的同理心 跟同行心 跟爱心 每年的世界安宁日 马杰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 不仅限于医疗健康主题 更扩展到社会关怀层面 体现了马杰医疗体系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支持 爱米迪亚采访报道